想先采访采访您 我这个不行 你得了吧 巴尔多多胖啊 你采访采访 正经北京人 正经北京人 我这个 我还算年轻北京人的 我这七十岁算年轻北京人 您都七十了 我以为您好看着您像五十多岁 谢谢 又像五十多岁就高兴了 您都七十了 那子有时间往这扭的来 可不是都这岁是不是 哎呦 年轻的谁往这扭的 你瞅瞅 是是 大妈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跳舞 我感觉 我跳不了 我这不正说呀 叫我呢 大妈要叫我跳舞 哈哈哈哈 我让孙小大大妈教我跳舞 那您 您以前您是做什么 我跟跳舞不沾边 我看那您就是像 呃 像什么 我感觉您像一个 像做那个蚊子的 像什么会计啊 也差不多吧 沾点边 是吧大妈 那看来我猜的没错吧 沾点边 咱这 咱这好多都是你的边 是 不过你们的十个人能找俩北京人不容易 嗯 现在外地人多 是是 咱们就是大家庭嘛 北京不是一个包容的这个 是 现在人都是 这四十大都来给给新北京人来看孩子的呀 还真都这样啊 没错 没错 这都是新北京人上这上班做贡献 让老大给看孩子了 是 是就想知道大妈您年轻时候您是做什么的 我啊 我感觉您想做商要不是做商业 哎 对 因为我感觉您您能说吗 啊 我还真商业就算商业 是吧 啊您那您年轻时候在什么地方上班啊 我啊 啊 我没离开这片 那就是光明楼那 那以前 我还这里吧 我真是片的 现在不是那改改改改成物美了吗 啊 你说那光明楼商场哈 啊 我还真我原来从工厂调回 调过这边了 我是 嗯 我们那时候谁给看孩子 老的不管呀 没错 我上班远我清禾呢 原来上班 那可够远的 清禾上班没办法 有小孩 调回来哪进回家就喂看孩子呀 哎呦 孩子有点事不是随时能到的 是是 你说清禾 原来交通不方便 嗯 我从这儿到清禾 现在 嗯 四十分钟能到吧 现在也到不了 现在这一个半小时 说堵车 我们那时候不堵车 哪有地铁啊 我们上班说没地铁啊 您从清禾那会儿 我们那时候从咱光明楼有个搬车 又没搬车 嗯 我两小时到不了 是啊 有搬车 那是什么厂子啊 清禾龙坛厂 跟那个 茅坊厂 那三个厂都不是挨着吗 慈禧厂 不是 它是北茅 青茅 龙坛 三个厂子挨着 一二三厂 您知道吗 不知道 那不在清禾镇 我们在清禾里边 你们那个还没到呢吧 您在茅坊厂府见 我正好是 这三个 一个北京茅坊厂 一个清禾茅坊厂 一个北京龙坛厂 三个厂子连着 是整个一个大院 是 我等于在那 是 那 你这可能一棵够远的 远 我原来上班 这个回来一趟 又是没搬 早上一趟搬车 晚上一趟搬车 中间有事 那 我回来费劲了 坐那个 305和345 然后再倒车 没两小时回不来 那大妈 那当时您能正过去 我们 我上班 刚上班的时候 它是那个 按苏联的工资呢 就是 它不是咱们的级别 它跟苏联那个级别 那工资高啊 比别的工资高 也高不了多少 我干了三年以后 40块零八毛吧 那那会儿都差不多 那会儿都是差不多 都是有一阵 挣40块零八毛 挣了十多年 没涨工资 和为涨工资打架呢 打架还有跳楼子呢 不给涨 打架 哎呦 现在点质疑 你爱给不给 现在都看开了 对 不给就算了 是 那会儿不是说相对来讲 说是钱还是值钱吗 他在 他挣这钱 就得养一家子 没错 像我们还不养一家子 还好点 像我们这岁数还好点 是啊 那您那您调到这边来 您是几几年调的 我调回来81年回来的 那时候我刚余岁 我80年 我80年的 是 是 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 是 你家孩子81年的 哦 那差不多 差不多 是 那得管您叫阿姨 叫什么都没关系 哈哈哈哈 谁叫应该 我想管您叫大姐 但是后来管您看您这岁 叫什么都没关系 这些场上都 跟我们家孩子差一岁 是 是 因为看 都是这辈子 您不说年龄啊 我得管您叫大姐 但是您一说年龄 我得管您叫阿姨 在这晃的哪有年轻的 年轻的工人都上班了 真没看出来 是 你看大妈这岁 你赶紧采访 你别老太活 什么样子 大妈这才80多了 多棒呢 一会儿了 人家就是采访你的 别说我走了 我追着我那个伴呢 是 那您现在您退休金 都拿多少 拿不了多少钱 退休金 四千多 四千多 那还行 四千多是因为 怎么的 就是四千多 按说我这公灵厂 一般的在我这公灵厂 他说应该差不多五千多块钱 您当您多少年公灵 我十六岁 整整不到十七岁上班了 十七岁上班 那您多大退休啊 我们应该是五十五退 后来不是我调企业 都不好啊 五十岁 还写申请提前退 那我公灵也不短